em Hello 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早 我是志永哥 今天是9月17号早上10点 那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还是追踪一下每股三大指数 那昨天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 每股三大指数 目前电子盘呢是呈现重挫的 那尾盘呢 现货开盘的时候 这边收链的跌幅 那收盤收了一根十字线 那仍然是在红色线上面来回做震荡 那现前我们一再跟大家提醒 每股三大指数只要不跌破红色这条线的话 有机会用反复震荡盘间的方式来去挑战今年的高点 跟今年的7月走势非常类似 用反复震荡盘间的方式 那为什么会用反复震荡盘间的方式呢 最主要就是这个宽松基本面 宽松致敬面跟这个衰退基本面 这边在互相拉扯 陷入一个恐怖均衡的状态 那这边只要不跌破红色这条线的话 美股就一样有机会持续反复震荡 那众哥认为今天晚上美股三大指数 预期波动了不会太大 这边市场上在等待呢 等待9月18号 费的利率决策会后申明稿到底讲了些什么 虽然目前美股三大指数 HP500或是NASDA 都会在这个红色线上这边 来回做区间震荡 那费的利率会后申明稿到底会讲了些什么 这边呢 因为清原油的大涨 这边会有了一点的变数 在上礼拜的沙奥地阿拉伯油体呢 被轰炸 虽然导致呢 原油价格是呈现暴涨的 那我们也跟大家提醒 原油如果上来的话 通膨压力也会跟着来 那这边原油暴涨了近20% 通膨压力来了 那这边FED降息的空间可用的工具还有多少 这边市场上对FED9月降息一码机率呢 已经从9成修正到6成 那全年降息三码机率呢 也已经上修到只剩下降息两码 所以这边市场上对FED的利率政策的这边呢 已经开始缩减了它的期望值了 那这边你就要去留意了 今天或明天呢 这边呢 预期的波动不会太大 但是9月18号后的这个 FED的利率会后审明稿 会是一个重头大戏 它很有可能会决定全球股市 接下来会怎么走 所以我们就好好密切留意一下 FED的利率会后审明稿 到底讲了些什么 同时呢 这边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边原有涨上来之后 台湾证交所的相关商品 这边呢 就提供了一个套利的好机会 但是呢 因为未容纳有限 这边呢 在节目呢 就不跟大家做分享 点到为止 想要做了 加入Lite 那这种哥 你来视讯这种哥 这种哥会教你一些方法 来去做这个原有的套利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加权指数 那加权指数呢 这种哥认为呢 这边呢 昨天呢 已经呢 涨上来来到了10900 那比较可惜的是 昨天上涨过程中是无量上涨的 那无量上涨今天呢 就很容易呢 收一根十字线 如果今天这个预过成交量 不能再放大的话 那盘呢 很有可能收了一个十字线 但是我们从筹码面来看的话 从筹码面来看 这个结算前呢 有机会挑战了 一万一千点 这边上上的筹码似乎呢 为了 呃 上上筹码大部分都是偏多的 为了就是结算这边再赚一波 所以从筹码来看的话 有机会呢 再挑战一次高点 那这边费的利率汇后 声明稿在结算后呢 才公布 所以呢 结算后的行情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费的利率汇后 声明稿到底讲了些什么 这边呢 会是重头大戏 那不管他讲的是 讲了些什么 你只要记得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呢 是9月5号缺口 9月5号缺口 只要没有封闭的话 就会有利于多方 你只要记得这个重点 只要缺口没封闭 这边盘呢 就会有利于多方 所以这边呢 虽然说来到这个位阶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好股票 等待大家去挖掘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贵买指数 那贵买指数呢 昨天呢 是收了一个小黑K 那这边贵买指数呢 开始呢 走一个横向整理的形态 那走一个横向整理的形态 这边你就要开始去留意一下 中小型类股修正后的一个好买点 在这边呢 收了三根上一线呢 中哥跟大家讲 这边多桶呢 涨多修正 你要先避开一下小型股 避开小型股呢 这边你他有资金呢 在修正过后呢 你开一有资金可以再度切入 所以这边中小型类股修正后 你要去找一下买点 那投票这边 呃高档位阶 我们一起跟大家讲说 这边还是有好股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股票 这些呃 好比说这档5289一点 5289一点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位置 差不多是在这个位阶 在130块左右 那我们跟大家讲 过了反压去之后 后面呢会是千军万马走势 那你可以看到 股价呈现一个红三冰 红三冰呢 目前呢 我们这边要破断获利呢 这样呢 又来到了25块 啊来到20块 那我们破断报酬率呢 来到了15% 所以同样 这边呢 还是有很多好股票 这个像很多好股票 像怡婷这样 可以让你红三冰 一下子呢 又获利的20块 那好比说呢 在9月初的时候 我们一再跟大家提醒的 9月初我们跟大家公开分享这档 你可以看到9月5号的时候 9月5号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档 那这档个股呢 目前在当时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还是在一个横盘区间的形态 那当时我们怎么跟大家讲的 这边呢 合约报价了 进入一个上升循环 产业队 那筹码面呢 外资呢 连续的买进 这边筹码面也对 那技术面呢 已经很像一个多月 打了一个底部 这边技术面也对 产业队筹码对 这个技术面也对 那投票这样的股票 你不切入吗 那9月5号的时候 我们提醒大家 那9月9号的时候 9月9号呢 我们呢 再次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什么 这美光创新高 低润族群 你要好好去盯着 那你可以看到 9月5号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是在这个位阶 投票 你记得这根上影线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个股票是 蓝雅各208 蓝雅各 你看到 就是这根上影线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这根上影线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也是呢 一路创新高 目前呢 我们波段获利呢 也是来到一层 投票 这边好股票 还是非常多 那你可以看到 这除了5289 一点赚 再来就是 我们的低润族群 那低润族群 我们在什么时候 跟大家分享了 在9月初的时候 在9月初跟大家分享 低润股的全市场 这种个认为呢 只有小弟我本人而已 虽然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低润族群 目前呢 这边放了半个月之后 获利10% 这种个认为 这样的报酬率相当的不错 那除了蓝甲克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2337的旺红这边呢 也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所以整个低润族群都来了 那有没有这样的表现 你认为在10800这边呢 还是没有好股票吗 中国认为这边好股票多的是 只是呢 你有没有掌握到肋股轮动的节奏 掌握到肋股轮动的tempo 那你这边适时的去做切入的话 你很有机会也可以像我们这样 5289这样 589一顶这样 红山兵这边呢 波段获利20块 那波段报酬率15% 或是像低润族群这样子 我们的2408南亚克这边呢 波段获利呢 也是超过了一成 所以这边的好股票还是有 那这边只要你掌握得到 肋股轮动的节奏 这边获利的中间 相信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那如果这边你掌握不到 肋股轮动tempo的话 那影片下方呢 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这边欢迎大家填写表单的加入门 如果你想做原油套利的话 如果你想像我们一样 这样波段的获利15% 10% 甚至像这个1256鲜活果汁啊 或是6568的宏观 668善用次 像这种赚30%赚50% 甚至赚一倍行情的 我们也是呢 曾经经历过 那这边相信未来的好股票 有机会的复制 这样的走势大有人在 所以影片下方会把他连结 立马首刀加入 那众哥的股 FB股籍小儿子 或是LINE的股东人生 也欢迎大家加入 众哥在上面呢 都会一些及时多空讯息呢 与大家做分享 欢迎大家加入 及时掌握这些讯息 那我们下次见啰 谢谢 拜拜 拜拜